我接著就要問 景氣 上個月 我們都認為說 傳統產業經濟有回春 但是我們今天看到報紙上 這個傳統產業的經濟景氣 好像是曇花一現 因為九月份又回到黃紅燈 那院長 中小企業 剛剛你有回答其他的委員說 我們也非常重視 扶持中小企業微型產業 我們也願意編預算要來扶持 那我請院長跟部長 是不是可以 第一個就這個 中小企業的這個景氣回春 不如預期 那我們行政院要如何的來扶持 就明年的中央政府總預算 我們有編了115億 對於中小企業的多元振興方案 所以對於傳產跟中小企業 我們希望輔導它 能夠快速進入到一個 數位轉型的年代 它才能跟著這樣潮流 這個是我們現在做法 那其他對於一些節能的補助 我們在經濟部 也本來就有它現行的機制在處理 如果是財務的部分 我們透過中小企業的信保機制 可以給它一些比較低利的貸款 至於說 如果是人員的訓練的話 它要訓練足夠的AI人員 我們希望用政府的力量來幫它訓練 它應該不需要付出其他的這個費用經費 那這樣人員跟錢都有了 我們還有其他的政策來協助它 如果是財政策來協助它 我們可以用來財政策來協助它 我們可以用來財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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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